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周五的台股跳空向上 那么廉价前果然有许多压宝的买盘进场 那趁着现在有越来越多刚刚转强的股票 投资朋友们务必要好好把握机会 趁现在就赶快来欢迎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 摩托头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 那这个五月份的投资机会 看起来是非常多的 包含像是解封的概念跟复工的题材 还有营收跟政策股 那么接下来投资朋友们可以如何来观察呢 解封跟这个防疫 它其实这一波是同时涨的 防疫的话因为第一阶段在涨情绪 大家比较担心说 接下来有确诊的人数 如果创新高的话 防疫股就先买 可是大家后来发现 确诊的人数大家已经没什么在 也不是说大家不关心 就是说不怎么把它当成是一个利多或利空了 不会影响股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单日确诊数在创新高的时候 传染股也不动 尤其是在防疫股也不动 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是防疫股已经涨完了 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因为市场上已经接受了有疫情这件事情 但是你还没有让市场看到就是说 这个疫情给防疫股带来多少业绩 对吧 因为有业绩大家第一段只是用预测的嘛 我用预判的 当然讲这样子是比较好听啊 简单来讲就是猜了 比方说你会猜说4月份检测事迹的营收大好嘛 或你猜这个5月份的这个药局的这个业绩会大好嘛 那其实你这样算也有道理啊 比方说我举最近的一个新的题材为例啊 就是说这个实名制嘛 对 检测事实名制 那如果你以公告的那个新闻 你稍微看一下 就比方说这个一个一间药局是可以卖78组嘛 对 然后一组是这个500块 那如果你用78乘以500再乘以一个月30天的话 大概差不多100%出头嘛 100%出头是一间分点嘛 如果你的公司有100家你就再乘以100 对不对 那这样子来看的话 大概差不多1亿到5亿之间 就是这个这几家连锁效药局 他能够贡献出来的营收 这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试算嘛 所以检测事件这东西也是一样的 很多的公司呢 事实上在这一段 大家都认为他4月营收应该会不错 但是你到底是不错到哪里 其实大家说不上来嘛 除非你是很内微的这个资金 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呢 那因此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这个防疫检测股票 它是维持在高档不坠 但是呢没有再继续拉 所以下个礼拜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在5月初我们终于可以看到 它4月营收到底怎么样嘛 是 当你看到4月营收怎么样的时候 比方说你来挑战一个例子新高 或是怎么样的情形 那你的股价必须要发动 如果这个现象只要一旦出现 那生计股会走第二段 因为我刚刚讲过了 生计股的第一段是一个情绪 涨一个情绪 涨那个所谓的确诊人数有多少 但是第二段呢 就要涨营收 涨EPS 对不对 假设说你公布了这个营收 大成涨 然后股价拉上去 尤其你如果是在那种指标性的股票 比方说是我们泰博帽领 你如果敢拉上去 那么拉上去以后 因为你急涨的话 市场会叫你公布4月EPS 对 你再一公布如果大成长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新的波段 这个时候你就不只是看 这个检测而已 不是只看那个什么保龄 保龄ABC啊 这个什么泰博 不是哦 这个时候你回头要去看 整个生计股在这个礼拜 已经拉回过了 比方说原料要那几支 都已经拉回了嘛 对 然后呢 那最强势的族群 当然有一些像包括明基亦彩啦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台加速 他这个本身也有一个投资一家公司 那也有在做这个快菜设计的 那这些股票其实在第二阶段 就有机会再创一个新高啦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谍升系列 谍升系列的话你要搭配什么来看 复工 复工 对 就是上海的封城 封城然后带这个复工 就是封城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说你零售会受到影响 但你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之前跟各位讲到就是比方说像同志好了 好你同志 三月份出现一个低点以后你先攻对不对 但是呢因为面对了这个五月的行情 然后呢你在四月的时候先做一个拉回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大家认为说四月如果上海封城的话 困山厂就会受到影响 很多的公司事实上在四月的时候是拉回的 那为什么拉回呢 拉回是为了要交代以后公布四月营收 假设你四月营收真的受到影响 但是股价已经拉回 它不再破底 是 这个时候你再往上攻就变成W角的右角 对 因为我们在广播当中讲左右角 投资者们比较难去理解 对要自己想象一下 想象一个人站在你的前面 有左脚跟右脚 是 我可能用比方抽象的话来讲给各位听 一档股票从十块涨到二十块 是往上涨 那它可能是从四十块跌下来的 是 想象一下你从四十块跌到十块 你再从十块涨到二十块 称之为左脚 是 那这个时候你二十块又往下跌 跌到十二块 最终你的十二块再往上跌 涨到二十八块 好 那最后这个十到二十八就不是右脚 因为你在形态上 你把这五个点连结起来 它这五个点连结起来不要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W 对 那这个W的话 你目测上去看起来就像左跟右嘛 是 所以我们才会简单来讲说 什么叫左脚 什么叫右脚 一般的听众 大家听到这个地方 大家来了解 如果你天赋一禀的话 在这个地方其实又 很有这个几何观念 其实股票很多时候是一个几何学 它不见得是一个 不见得是一个大家所想象的 完全是有财经主导的一个世界 因为有的时候 你给一家公司的EPS 虽然很多 但是实际上不见得买单 那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像连勇 第一季就赚十八块 你第一季赚那么多 你四个季度加起来 你看现在挑战多少钱 是 六七八十块都有机会嘛 对不对 当然那要前提之下是 你没有掉单没有衰退 但是如果说你用一个直线思考的话 第一季就十八块 你当来讲一年挑战五十 不算是一个很夸张的预测嘛 对 虽然说你不见得达得到 但是市场上的时候会这么想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很简单啦 就好比说 你今天开店营业 对不对 早上九点开 你预计卖到晚上九点 那十二个小时嘛 对不对 那光是九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 你就已经赚了一万块了 是 对不对 那你理所当然会认为说 你今天的营收要挑战一下三到四万嘛 对 所以今天来看的话 很多公司其实第一季的EPS是很不错的喔 那在这种情绪之下 它其实就有机会开始出现一个打底嘛 那回说我们在这边五月的机会 就要把这个地方全部都算进来了 第一个叫做跌很深 跌很深 有EPS季报已经拿出来了 是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短线有追到高点 那我告诉各位这没关系 那我已经跟各位说过 拉回来会有个加码的机会 加码点 是 第二个就是说 商技防疫的这个族群 它本来就已经在涨了 可是呢 第一阶段涨的是情绪跟概念 是 但第二阶段大家要看的是什么 EPS加营收 是 这个部分的话在五月的第一个礼拜会获得解决 因为陆陆续续这些检测四季的股票 会开始公布它的四月营收 是 会开始公布四月营收 那第三个就是说 我刚刚提到复工这件事情 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比方说你看这个载版 载版 星星喔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景硕这些公司 那假设说呢 本来你的这个EPS 跟本来的这个获利能力 大概是固定在一个水准 是 但是呢 因为你的单子呢 因为停工的关系 你受到影响 可是你并没有掉这个单子 那你会在什么时候把这个单子补回来 会在五月 虽然说四月营收很多都还没有公布 但是呢 如果你一公布 那就变成第二支脚的绝佳买点 因为假设说你四月营收衰退了 大家只是认为说 你的单子递延到五月而已 所以复工的题材像是第三项 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最明显的 包括像什么载版 星星啊 景硕啦 或者是说你要把这个万润优田 有一些这个设备股都其实你通通都要算进去 那我们来看看万润其实在礼拜五的时候 拉出第一根涨停嘛 日期别的日出直接再涨停 这个部分的话 也跟各位预告 未来的这个五六个交易制里面 很多类似万润这样的公司 刚刚从底部起涨 所以不用去追那些已经大涨的股票了 那么要走这个中继整理再涨第二段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特殊的条件 比方说像我刚刚说的业绩嘛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分批来做一个布局 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要压在同一个族群当中 我们也开放 给大家一起来把握这个五月的行情 简单来讲 你三月升完息以后大涨嘛 五月升完息以后也有机会来做一次上工 那这次上工就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你有机会进来七档点 你要把今年以来没有赚到的钱 一次把它加倍奉管 我们先进去赚个广告 好的 加入我们餐饮资产免费的耐账号 五月份全新的币埋谷 我们准备要进场了 欢迎来电咨询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咯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鼓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升级年要掌握操作节奏 这个市场上只有蔡英斯坦能独家的告诉你 那么升级前的拉回 还有升级后的返工 想要把握五月份起掌点的朋友 一定要趁现在就联络我们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从现在到520之前 是今年第二波要把握的行情 全新的五月份必买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前一波跌深的电子股 现在尝试在打第二只脚 但是像车电 还有网通族群 这些已经率先打底完成的个股呢 那投资朋友们是不是可以优先来把握呢 老师 对车电其实跟刚刚复工也有点类似的啊 就比方说像这个同志嘛 是 同志的话因为你三月份涨上来 然后四月份又遇到这个停工的问题 所以四月份说你当会受到影响 那股价已经先回了 可是你看四月的低点没有跌破三月的低点 所以就有机会形成一个W了啊 那W一定要成型的话 它就有机会走一个比较像样的破端 所以五月份就来布局这些 因为掉单 然后有机会再接着复工的股票 那也就是同样的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 网通的部分也一样啊 像我们刚刚跟郭伟讲的那志邦嘛 是 它就是有一个左脚右脚之分 那像有一些部分的股票 我们说像这个设备股 你看这个载版都已经上去了嘛 那有一些这个像什么油田 或者说万润 这个就是万润的话当然是第一只脚先上来 会不会有第二只脚 那可以稍微做一下观察 但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 第一位界这个股票已经开始要转强了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些股票呢 它在那边呈现一种形态 跟解锋有点关系 可是又不完全有关系 因为这一次传产的股票当中 所有的精神领袖都集中在华 华星的身上 那华星是这样子 就是说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已经开始有点震荡 但你说它真的转弱 它也并没有 因为股票涨多 它一定会要中间需要洗一洗 对不对 那么获利的能力是这样子 其实不会变 但是呢 你同样赚一块钱 市场上跟你的评价不一样 就好像以前我问卤比 就是说你卖牛仔裤赚一块钱 跟你卖电动车赚一块钱 那市场上会给电动车比较高的本益比 对不对 是 这个没办法 因为大致上来讲的话 台湾的产业还是存在着比较制造业思维 是 你如果说像这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它可能给金融股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贸易商的这个本益比就比较高 产业的特性 对对 这产业的特性 台湾的话就是以制造业的思维为主 是 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 就在这个部分 有机会 有机会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看到解封的这个概念 还有一些 那我们刚刚正要讲的时候 我们来回头来把这几个讲在一起 因为刚刚讲到华星带动的这个传产股 是 然后我们来看到 市场上最热门的当然几个 第一个货柜山雄 是 大家叫航空双雄 然后这有没有机会带动到 有的人认为说 那其实这个航运股跟华星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是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虽然说因为不同的产业给你不同的本益比 对不对 像我刚刚讲过 我们是制造业思维的话 你如果说原本的这个不锈钢呢 它其实只是用来做传产的钢架 那但是你现在冰镍的这个硫酸镍的题材可以变成 电动车上游的这个材料 那当然给你的本益比就高了 对 所以你往上走 当然还是会激励到其他的这个传产股 虽然传产股其他的股票不见得具备有电动车的概念 但是呢 因为你是精神领袖嘛 你称赞高档 那么相对来讲 有EPS的公司的话 下档就跌不下去 所以 呃 这边包括像这个长农阳明啊 啊 这段时间以来很多人他可能已经放弃了 但我倒认为说 拿严懂的例子来说 你一档股票高出低进其实也是有价差嘛 是 那么礼拜五在这边收的这个周期别的黑棒 那位阶还不错 其实就代表说在 放完长假以后回来还有上工的机会啦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解封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已经期待解封这件事情 三副旅行社凤凰 其实准备再创新高嘛 是 那这个租群当中比较可惜的地方是在于说 因为档数实在不多 啊 因为领头羊的话一定是华航 常用航嘛 是 那因为你档数不多 就那几家 大家能够抓的地方有限 对 所以 你就必须是要在好的买点才赚得到钱 好比说你凤凰上最高点了 那你到现在还是在等几一套嘛 但如果说你是昨天来付举的 或说你是长黑之后才做进场的 是 当然现在为止到礼拜五你就已经开始享受获利了 对 所以解封概念股是这样子喔 就是说你要买在下跌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只是说 怎么样叫做跌一般的投资者们也分不清楚 他可能觉得说 看到跌两块就算跌 有时候不是这样子喔 我举例来讲 像防疫的股票比方说你看像这个泰博嘛 是 你有时候看他跌两块 他有时候涨两块 那怎么解脱呢 这个时候你要拉一条十字均线出来 是 十字均线 十字均线确认朝下才叫做 才叫做拉回 是 否则的话你不能说这个随便涨一下跌一下 你就当做拉回 要不然一挡股票他每天翻黑翻红五六次 你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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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 对不对 对不能够这样看 你要用一条这个十字均线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 防疫跟解封就是这样子 防疫的话看公告营收 那领先的股票 泰博他们再创新高的话 包括像明基一财 这些股票就有机会再供一次 然后在解封的股票的话很简单 我刚才说过 趁翻黑的时候 明后两天在这个礼拜 如果有翻黑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在时间 在这个翻黑的这个时间范围里面 去找寻一个切入的这个时间点 要不然你看这个三副 他们就越盘越高嘛 因为这种走势 一折一洗一折以后 怕是怕怎么样 你现在在涨 等到真的开始解封以后 你去追个高点 所以你只能够现在去做布局的 拉回的时候来做布局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好那这个长通长通航空也是类似 不过四维行我特别讲一下 他还有绿电的观念 是 就这一次的这个风力发电 他其实是有接驳船 那就是到风电船还是接驳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有跟这个 部分的这个散装行业来签约 所以其实汇阳四维行这些股票 那这一次走势略强于货柜山雄 是有原因的 再来我们来看到刚刚提到的中砂 或者是万润 他们都属于设备股当中 有机会在这边再做转强的 那我觉得行情走到这边 投资朋友们在这里 其实要有一种宏观的心态 来看待目前的格局 你想想看 你现在下去买股票 就算你股票不狂飙好了 不大涨不狂飙 但你要说在这里立刻会在大跌 我觉得这个机会其实也不高 就是说你你你顶多短线上没有大涨 那你说要立刻跌下去在大跌 我看这个机会也不高了 那这种时候就非常适合投资人在这边 来做今年五月份的一个规划 是 因为我刚刚讲过 你如果照这个升息的逻辑去看的话 你因为三月五月六月七月都有升息点 那五月五号六月十六号跟七月八号 这中间当中所酝酿出来的反弹 其实大家就要好好把握 要不然的话 你要怎么抓到这个钱 因为多头只有两种 要么你就是往上从八千看到一万 一万看到一万二 一万二看到一万五 一万五看到一万八 那叫死报活报 在去年前年是OK的 可是今年来讲不是这样子 今年来讲是涨一涨指数会拉回 因为有三个升息点在那边 那你就改变一下心情 就是说趁着升息之前 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做进场 那礼拜二我们就开始带各位找新的股票 然后呢 这一波先预计第一个先拉到520之后 我们做部分的获利调节 准备来换股 在这个节奏的话 邀请各位现在这个起当点 务必把握 好的 那么全新的一周要迎来五月份 全新的行情了 那么邀请大家呢 跟着我们一起来把握这些 刚刚起涨的股票 五月份的币买股 务必要跟上哦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er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门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摩尔投顾 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 赚钱大千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新柜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柜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升息年要掌握操作节奏 这个市场上只有蔡英斯坦能独家的告诉你 那么升息前的拉回 还有升息后的返工 想要把握5月份起掌点的朋友 一定要趁现在就联络我们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从现在到520之前 是今年第二波要把握的行情 全新的5月份必买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程哦